大家好,欢迎回到明镜追击,我是岳哥 北京时间6月27日星期二的上午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天津举行的夏季达乌斯论坛上 是做了开幕式的致辞 洋洋洒洒讲了28分钟,接近30分钟 除了对美国和一些西方国家进行了不点名的批评之外 李强的主要的意思,首先是代表中国政府表达了对中国经济会复苏会向好的信心 同时也对西方的资本界的人士做出了承诺 在现场确实是能够听到一些掌声,有一些掌声还持续的比较的久 不过同样可以听到的,就是在达沃斯论坛的场外 6月27日,包括此前的几天,对于李强批评的声音其实也是非常的强烈 甚至是刺耳 而且这些批评的声音不只是说来自中国以外 在中国体制内,一些学者,一些官员 其实这几天也没有闲着在催促 李强和李强的同僚们要赶快拿出措施来 而不要把承诺挂在嘴巴上 来看一看李强6月27日上午讲话的主要的内容 因为是28分钟,接近30分钟确实比较的长 核心的梗概呢,大概就是三块 第一块,中国政府对于整个世界形势的看法 第二块,就是中国政府过往几年他所得到的一个体会 李强就分享了四个启示 第三个板块,第三个内容 就是中国眼下的经济的情况 以及中国对于资本,对于世界所做出的承诺 第一个板块,第一个内容就是在中国政府看来 整个世界的态势是怎么样的 那最简单的概括,就是整个历史是处于演变的十字路口 整个世界是变乱交织 第二个板块,核心的内容就是李强是分享了四点的启示 那得到的结论就是说 整个世界啊,缺失的是交流而不是隔阂 缺少的是合作而不是对抗 缺少的是开放而不是封闭 缺少的是和平而不是冲突 所以他就呼吁各界,包括企业界 要应该更加真实沟通和交流 应该更加真实团结和合作 应该更加珍惜开放和合作 应该更加真实和平和稳定 这就是四点启示了 李强谈启示 总体来看,物需的成分比较的多 或者换一个说法 理念阐释呈现出来的篇幅是比较的大 不过有必要特别提到的 就是李强啊,看上去听上去 是不点名的批评了美国等一些西方国家 比如说李强是提到啊 现在这些年,人为制造的无形阻隔 大行其道,把世界推向分裂甚至对抗 他说,人类认知的差别和文明的多样性 这样的差异啊,不应该成为隔阂的理由 而且恰恰相反啊,是应该成为交流沟通的动力 他说,有效的交流 哪怕不能完全达成共识 但是世界呢,就会可以少一些纷争 李强还特别批评了 就是说,现在啊,在西方 有些人在炒作所谓的降依赖去风险 他说,他认为在一定程度上 这两句话就是一个伪命题 主要的理由是什么呢? 因为全球化已经使全球经济成为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的共同体 各国经济相互交融 相互依赖,相互成就 共同发展 他说,这本来就是好事,不是坏事 他认为啊,应该给企业付权 就是对于经济风险,产业风险 企业的感知才是最敏感的 企业,也是最有发言权的 应该由企业去做相应的判断和选择 所以政府和相关组织是不应该去越主代庞 更不应该将去风险扩大化 政治化、意识、形态化等等 以前关于去风险的表态或者说批评 并不让外界感到意外 这个事实上也没有太多的心意 所谓的去风险化 其实这个词最早是由欧盟委员会主席 冯德莱恩在今年三月份提出的 其后德国、法国外交官都采用了这个说法 再紧接着华盛顿也用上了去风险化的词语 在上个月举行的弃国集团G7峰会上 已经正式是把去风险化而非脱钩 当作对华政策已经写入了联合公报 关于所谓的去风险 布林肯美国国务卿6月18日、19日是去到了北京 包括也见到了中共的最高领导人习近平 根据6月19日晚间 布林肯在北京所举行的记者会上 他所透露的信息他说他已经非常清楚的说明了 在去风险这个议题之下 美国正在做什么以及不会做什么 结合6月27日 李强又把去风险这个议题拿出来说 可以看到中共的最高层 对于布林肯的这个所谓的非常清楚的说明 那是不满意的 关于不脱钩 布林肯的原话就是说呢 因为要维持与中国的经济关系 包括贸易和投资 这个对西方国家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那所谓的去风险就是 因为对中国正在利用其所获得的技术 所做的一些事情 西方国家很关切 所以又要去风险 布林肯还给到了一些例子 比如说啊 中国是可能获得一些特定的技术 用于推进其极不透明的核武器计划 建造高超音速导弹的技术 可能用于压制性目的的技术等等 那将这些技术提供给中国 显然不符合美国的利益 李强6月27日批评说是伪命题 其实中国官方媒体此前说的是更加直接 更加直白一点 就是所谓的趋风险 核心就是打造针对中国的小院高墙 搞更加精细化的锻炼脱钩 意在排挤打压中国 李强讲话的第三个要点 就是介绍中国眼下的经济的态势 当然他讲的是比较的简单 此外 向与会的资本界的人士 也是透过达沃斯论坛 向国际资本界人士喊话 做出了一些承诺 中国经济的态势 李强的说法 就是今年中国经济回升向好态势 明显第一季度的经济增幅为4.5% 他预计第二季度会更快 全年下来是有望实现 年初定下的5%左右的经济增幅目标 接下去 中国经济主要会在以下几个方面发力 首先是扩大内需的潜力 接下去推动市场活力 再接下去推动城乡协调发展 推动中国的发展方式的转型 推动高水平的开放 围绕着这既定的几项大动作 李强给资本界人士所做的承诺 就是中国会不断扩大市场规模 创造合作机会 为世界经济的复苏和增长 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同时也为各国的投资者 提供互利共赢的合作机会 李强做出这样的承诺 这样的喊话之后 西方的媒体 西方的分析界人士 是迅速做出了反应 比较普遍的看法 还是说他的演讲 确实是引发了轻微的乐观情绪 但是普遍的 为什么说很轻微呢 主要是说 没有宣布任何具体的内容 用中国国内说的比较多的话 但文楼梯想 未见人下来 中国的央行 在6月份有一些降息的动作 但是目前资本界人士 普遍还在等的 就是有更大规模的 一些刺激的措施的出台 同时中国的政府 在一定程度上会放松监管 这个是资本界人士 目前在翘首期待着的 有美国的媒体就提及 有可能在7月份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 会通过相关的一揽子的计划 相关细节 那个时候会出来 其实现在根据公开的信息来看 6月份 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会议呢 似乎还没有举行 那也不排除 未来的几天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举行一次会议 然后国务院就会对外 发布一揽子的 所谓的比较强的刺激措施 其实稍微早一点 在6月16日 李强就已经主持了 中国国务院的一次常务会议 其中议题之一 就是研究推动经济持续 回升向好的一批政策措施 那研究来研究去 从6月中旬 现在眼见着也已经是6月底了 所以各界对李强的批评 现在不少 原因也就是在这里 为什么口惠而实不至 看上去这个速度是慢了一些 在海外舆论场说的比较多的 还是又回到了李强和习近平的关系 那普遍的看法 李强啊 那他确实是有地方上的经验 但是没有国务院的经验 特别是没有做过国务院的副总理 很多情况 他看上去是需要一些时间来熟悉 包括人事 包括一些重大的议题 需要花更多的一些精力来做研究 另外一点呢 他有大的省份 经济强省的经验 包括浙江 江苏 上海 他没有小的偏远的一些省份的经验 当然这个很大程度上 可以直接和李克强来做比较 李克强就曾经主政河南挂帅辽宁 透过这样的比较 人们还是倾向于认为啊 至少李克强更加接地气一些 所以需要出台一些政策的时候 可能李克强会显得紧迫一点 当然现在舆论场上议论更多的 还是李强啊 眼中是只有书记 没有总理 把自己作为中国国务院总理的位置 摆得过于低 低到尘埃里面去了 当忠诚是发挥绝对作用 发挥主导作用的时候 那他在国务院的工作上 在旧经济的工作之上 似乎他的主观能动性就要差很多 包括就在6月27日上午 李强致辞在达沃斯论坛的讲话中 其实也是提到了 至少是一次习近平的 他说我们要在习近平主席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引领之下 共同落实全球发展 全球安全 全球文明倡议 更好的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 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 其实像夏季达沃斯论坛 那还是有相当比例的外资的人士 外国企业家 在这样的场合 这样大尺度的去谈习近平的一些 所谓的理念和倡议 恐怕不合时宜 反而会让一些资本界的人士 有抵触或者说至少有反感的情绪在中间 在达沃斯论坛的场外 中国体制内的一些学者和官员 其实对于眼下中国迟迟没有推出一些经济方面的提振的政策 是进行了批评 表达了担忧 这中间非常突出的 就是达沃斯论坛之前 中国举行的一场比较高规格的中国宏观经济论坛上 宁吉哲 您现在看到的这一位 简单的说 他是李克强时期的一位智囊人物 曾经担任中国国务院研究室的主任 还担任过中国发改委的副主任 以及中国统计局的局长 目前在中国政协的经济委员会担任副主任的职务 所以是一位非常典型的体制内的官员 他就表示 中国要加大宏观调控政策的力度 在节奏把握上出台宏观政策 已早不宜迟 他还举到了一些例子 就是现在经济恢复不平衡的现象 是需要高度的重视 在消费领域里 住房家电等大宗消费的恢复 滞后于聚集性接触性流动性的消费 投资的恢复滞后于消费 民间投资的恢复 又不及大项目的恢复 工业的恢复 不及服务业 他说的 他的建议进一步促进消费 特别是恢复大宗消费 对民间投资 民营企业的方针政策要尽快落地 宁吉哲的这一番话 那现在来看 应该会让中国的一些本土的民营企业家是较好 因为他的建议是点到了这些民营企业家的痛点 过去的一段时间 因为李强去了德国 去了法国 包括这次达沃斯论坛 主要面对的是海外资本界的人士 所以把稳外资吸引外资 作为了一个重点 所以民营企业界感到冷落 感到被遗忘 那似乎也是情理之中 另外一位江小娟女士 在李克强时期 曾经担任过中国国务院副秘书长职务的 这一位也是典型的智囊人士 他也在中国宏观经济论坛上就表示 中国经济目前是处在发展阶段 转化长周期和疫情影响短周期叠加的状态 他这个说法是比较的学术味 因为也有一些铁制内的学者认为 中国现在遇到的是结构性的经济的失速 或者说下滑 而不是周期性的 当然回到江小娟女士的表示 他是认为是长周期和短周期不利因素的叠加 那么迫切的需要政策的支持 更需要广泛存在的新动能的出现 他提到短期政策可能成本加大 边际效益降低 要利用好这个窗口期 坚定不移的来推进改革创新和开放 获得广泛存在的新动能 保持经济中长期高质量的发展 关于江小娟女士稍微多说几句 她是中国真的是货政价值上的顶级智囊人物之一 在稍早之前2020年年中的时候 中共的最高领导人习近平是主持召开了一次 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 江小娟就在那次座谈会上是有专门的发言 江小娟女士是曾经专门写文章啊 披露过中共最高层决策的一些秘星 一些机制 他就特别提到决策退出之前 中共的高层的意愿和意志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学术界的意见也有较强的助推力 他特别就提及啊 当多数学者有定见 有统一的意见的时候 决策层往往会认真倾听和对待 当然另外也有些情况 相对少见的情况 就是专业性强 相关部门感到对事态和特定处置 措施的后果不太有把握的时候 那么学者们分析透彻的专业性建议 会起到重要的作用 那根据江小娟女士 她过往提供的这样的一些细节啊 以及她这一次最新的 就在李强参加达沃斯论坛之前 江小娟女士这样的一次公开的呼吁 那能够看到现在关于中国政府 要尽快的出台 一揽子的强有力的措施 在中国的学术界 应该是已经达成了共识 所谓的定见 所以就是看这个时间线了 接下去来看看 胡锦涛父子的最新的消息 尤其是胡海峰 过去已经传了三次到四次 他很有可能往上走 从厅局级成为省部级副职官员的消息 比如说去长沙 去河南省的郑州市等等 但是最后呢都没有落定 之所以提及胡海峰 主要是因为刚刚过去的这一周 中国的三大部级央媒之一 新华社所主管主办的一家报纸 一家主流的媒体党媒 那刊出了一篇文章 在头版头条 标题是 浙江离水美丽乡村入化来 这一篇报道是这家媒体 千万工程调研型系列报道之一 其实过往已经做了不少的 千万工程的调研 就是记者走基层 所谓的千万工程 是习近平当时 在浙江执政的时候 是推出了千村示范 万村整治的活动 主要的目的就是打造 所谓的小康示范村 那目前千万工程 是已经走过了二十年 新华社所推出的 千万工程调研型 过往其实已经去到了一些地方 但是把一个地方做千万工程的一些成果 摆在头条 目前来看只有离水 而浙江离水 胡锦涛的儿子胡海丰 在那里已经差不多有五年 做市委书记了 这篇文章并没有直接提到胡海丰的名字 也没有迹象显示 记者去采访了胡海丰 主要的核心的句子 大概就是这么几条 近年来浙江离水市 以千万工程为主抓手 推动美丽乡村建设 美丽乡村从单个盆景 发展成为整片的风景 应递之宜 培育美丽经济 拓宽两山转化通道 探索绿色共富的路径 最后一句就特别提到 整个离水市上下 正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持续增强群众获得感 幸福感和安全感 新华社主管主办的报纸 在千万工程调研型聚焦某一个地方的时候 文章放在了头版的头条 这样的处理目前来看是紧见的 另外在中共的求是杂志 人民日报以及新华社官网 近期刊出的所谓纪念千万工程20周年的 一系列的报道之中 浙江省的离水市也是作为一个热地 作为一个好的典型 多次被提及 来看看胡锦涛 其实中国二十大之后 关于胡锦涛的一些消息 还是有 最近的一次 就是在6月中旬 中国的大陆的一位院士追悼会上 那相关的一些官方媒体的报道中 是出现了胡锦涛的名字 照片中是可以看到有胡锦涛的这个名字的晚联 在左上角能够看的是比较的清楚 这是6月中旬 眼见着胡锦涛 胡海峰父子的消息确实是比较的平密的呈现出来 所以现在社交平台上有一些猜测 联想是不是胡海峰是好事将近了 目前是没有确切的消息 不过一般的理解 在中国二十大胡锦涛被搀扶着出去之后 其实胡海峰也是成了万众瞩目的一个焦点人物 他的内心应该是非常的焦灼的 那他毕竟是胡锦涛的儿子 其实也还可以做一个比较 现在胡海峰是已经创造了一个尴尬的记录 在浙江离水市建设以来 那已经有了不少的市委书记 胡海峰到7月初 很快就在离水担任市委书记 是五年整了 已经创下了在离水市担任市委书记最常记录的这样的一位人物 胡海峰的某种程度上的尴尬也可以透过他和楼阳生的比较就可以见一般 楼阳生目前是河南省委书记 他在2003年的2月份至2008年的1月份是担任离水市的市委书记 时间和胡海峰目前来看是不相上下 胡海峰某种程度上的尴尬也可以透过他和楼阳生的比较可见一般 楼阳生是浙江新军中的重要议员 普遍被认为是得到习近平的充分信任的 2003年2月份到2008年1月份 楼阳生是担任浙江省离水市的市委书记 那时间呢 目前来看和胡海峰也是八九不离十 在2003年2月份 楼阳生担任市委书记的时候 当时在浙江主政挂帅的就是习近平 楼阳生成为浙江离水书记的时候是43岁 胡海峰成为离水书记的时候是45岁 是当时浙江省地级市中最年轻的市委书记 但已经比楼阳生是晚了两年 不过稍微往前走啊 楼阳生成为政厅级官员的时候是40岁 胡海峰成为政厅级官员的时候是37岁 龙阳生在48岁的时候成为了省部级副职的官员 但是没有在浙江解决省委入常的问题 在49岁的时候是调到了海南省 在海南成为了省委常委 然后到57岁成为了省部级的政职 那相比之下 胡海峰到今年年底啊 11月份的时候就已经要满51岁了 目前呢 连省部级的副职还没有明确的官方的消息出来 所以从厅局级的官员这个角度来说 胡海峰是起得比较早37岁 但是步伐是越来越慢 中共在20大之后 年轻化的步伐是不断的加快 现在保守的估计 仅是在地方上省部级的副职官员70后的人数 应该都有70人80多人了 现在考虑到胡海峰的年龄 在李水市担任市委书记的时间 以及最近啊 关于他的消息比较的多 关于胡锦涛的消息其实也没有断过 所以在年底11月份 51岁 满51岁之前 胡海峰能不能往上走一步 成为省部级副职的官员 甚至一步到位成为某一个省 省委的常委 就成为了很大的一个看点 最新的中国的人事变动 其实非常的多 那么在上海 在广东省部级副职的官员的位置 其实已经至少是腾出了三个 其中还包括上海市的市委常委这样的位置 所以万中瞩目的胡海峰 会不会打破他的尴尬 来等一等看一看 以上就是今天的明镜追击 有请朋友们多评论 订阅点赞 转发打赏和会员支持 谢谢各位 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中国简报 我们为您带来全球媒体关于中国时政 经济和社会的最新内容 以及独家分析 我们可信 专业 多角度的中国报道 为世界精英提供判断 决策参考 中国简报使用多种语言发行 包括文字 视频 播客 书刊多种形式 同时 我们也在六度世界进行全天候播放 欢迎收看本期中国简报 今天是2023年6月29日 在中国简报中 我们为您带来来自全球媒体的有关中国政治 经济和社会的最新新闻 以及独家专家分析 如果您发现我们的内容有帮助 请订阅我们的时事通讯 独家洞察 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钟绍军的崛起 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钟绍军 是习近平在浙江、上海、中央工作期间的贴身秘书 有线的公开资料显示 中绍军出生于1968年 1990年毕业于杭州大学计算机系 2013年 在习近平接任中共中央总书记 中央军委主席后第一年 中绍军油文转武 担任中央军委办公厅副主任兼 中央军委主席办公室主任 大孝军贤 2016年晋升少将 2019年晋升中将 理解中绍军在目前军队系统的重要性 以及与上述两位军委副主席的关系 要从习近平于2016年初主导的国防 和军队改革说起 此次改革 在微观层面 将全部集团军建制打乱重组 设立新的反号 在战区层面 将原来的七大军区 改为东西南北中五大战区 在军种层面 成立了火箭军和战略支援部队 加上原有的海、陆、空三个军种 共有五个军种 在军委总部层面 将原有的四个总部 总政治部 总参谋部 总后勤部 总装备部 打散为不同职能部门 中央军委原有的四个总部 全民都以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头 而不是以中央军委开头 其每个部集中的权力非常大 这就造成部队的相关权力集中在四个部层面 中央军委容易成为一个空壳 习近平的军改 将原来负责解放军的宣传、思想政治、青年、组织、纪律工作 并负责保卫及对外联络工作的解放军总政治部 按照职能 拆分为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 中央军委纪律检察委员会和中央军委政法委员会三个部门 将设有作战、情报、通信、军训、军务、动员、装备、机要、测绘、外事、管理以及各兵种业务部门的解放军总参谋部 按照职能 拆分为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 中央军委训练管理部 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 中央军委战略规划办公室 中央军委机关事务管理局 中央军委国际军事合作办公室 以及中国人民解放军战略支援部队七个部门 将负责后勤保障的解放军总后勤部 拆分为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和中央军委联勤保障部队两个部门 将负责全军装备工作的解放军总装备部 拆分为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 中央军委科学技术委员会 以及中国人民解放军战略支援部队三个部门 连接以上各总部部门 五个战区集团军以及中央军委的枢纽 为中绍军所在的中央军委办公厅 从中绍军的资历看 他来自浙江 且在部队资历很浅 不如两个军委副主席熟悉军事 但是与来自陕西和福建两个在部队资历深 熟悉军事的副主席搭配使用 又形成互相牵制三足鼎立的态势 两个军委副主席年龄较大 坐满一届应退休了 职位军衔已达到顶峰 中绍军实际位置非常关键 实际权力非常大 但是较年轻 军衔和职位不能给太高 否则进一步上升的空间没有了 容易结党淫私 司法部认为 佛罗里达州限制中国土地所有权的法律是非法的 国会删 美国司法部DOJ便称 佛罗里达州一向禁止中国公民在该州拥有土地的新法律 违反了联邦住房法和第十四修正案 该法律于五月签署 限制来自相关国家的人们购买军事设施或关键基础设施十英里范围内的土地或财产 该法律明确限制中国公民在佛罗里达州购买或拥有任何房产 司法部认为该法律违反了公平住房法和平等保护条款 失败的俄罗斯兵便为中国提供了军事任务的宝贵教训 日本时报 俄罗斯瓦格纳雇佣军组织最近发生的武装叛乱引起了北京方面的担忧 担心如果中国发动战争 特别是台湾问题 可能会引发动荡 专家认为 中国不太可能下令攻击台湾 因为可能会发生旷日持久的消耗战 这可能会导致政治不稳定 危及政权 俄罗斯最近发生的事件凸显了战时混乱如何削弱强大的领导人 而中国领导人将对类似的结果保持警惕 中国的首要任务仍然是经济发展 这需要稳定的外部环境 虽然中国和俄罗斯没有正式结盟 但两国有着密切的伙伴关系 这使得俄罗斯在石油和天然气销售方面依赖中国 中国将俄罗斯视为与其世界观相同的重要伙伴 两国共同努力对抗美国霸权 中国呼吁乌克兰进行和平谈判 并将自己定位为和平调节者 然而 中国拒绝谴责俄罗斯的行为 或称这场战争为入侵 为什么人工智能是中美科技竞争的下一个爆发点 彭博社 中美在人工智能领域的技术竞争正在加剧 美国在生成式人工智能系统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 总部位于旧金山的OpenAI 退出了ChatGPT聊天机器人 引发了硅谷的投资热潮 然而 中国在图像识别等实际应用方面被认为处于领先地位 虽然中国在将人工智能创意转化为现实世界的创业方面历来落后 但近几个月来 初创企业的创建成爆炸式增长 中国主要科技公司推出了ChatGPT竞争者 美国在人工智能投资方面处于领先地位 吸引了266亿美元 而中国为40亿美元 但差距正在缩小 中国将人工智能用于监视和军事目的引起了美国的担忧 导致芯片出口受到限制 并有可能限制对中国科技公司的投资 中国在人工智能方面的局限性包括对美国硬件和数据级的访问有限 以及对审查制度和创新受限的担忧 中国已经开始监管人工智能产业 美国也在努力监管 但因国会陷入僵局而受阻 中国有望提前五年实现习近平的清洁能源目标 日本时报 根据全球能源监测报告 到2025年 中国的风能和太阳能发电量将增加近一倍 超过2030年的清洁能源目标 中国已宣布或开始建设足够多的项目 到2025年风电和太阳能总装机容量达到1371级瓦 超过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设定的到2030年1200级瓦的目标 然而中国仍然严重依赖煤炭 并且正在建设新的煤炭发电项目 点燃发电厂以避免电力短缺 GM研究员Martin Weil表示 该国需要在能源存储和绿色技术方面取得进步 以实现安全的能源未来 中国芯片制造商要求供应商回购备禁设备 彭博社 中国存储芯片制造商长江存储科技公司 呼吁全球芯片制造设备制造商 回购因美国制裁而被禁止使用的设备 该公司董事长兼代理首席执行官陈南祥 在上海举行的一次行业活动上发表上述言论 并批评美国主导的对中国的科技制裁 导致全球供应链断裂 陈海警告说 急于在美国和欧洲建立先进制造工厂 正在破坏供需平衡 并可能导致供应过剩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 美国调查发现中国气球使用了美国技术 彭博社 据华尔街日报援引一名消息人士称 今年早些时候在美国大陆上空发现的一个 所谓的中国间谍气球配备了美国制造的监视设备 人们发现气球里装满了商用的美国设备 以及更专业的中国传感器 然而 它似乎没有将任何数据传回中国 这与NBC新闻之前的报道相矛盾 据报道 美国调查人员将气球上携带了一些设备的采购订单 追溯到中国政府 瑞银联手高盛摩根士丹利削减中国股市预期 彭博社 由于中国经济增长势头放缓 瑞银下调了对中国股市的预测 由于盈利增长预测下调15% 这家瑞士银行集团将MSCI中国指数年终目标 从83点下调至72点 瑞银与高盛 野村证券和摩根士丹利一起下调了对中国股市的预测 由于中国经济增长疲弱 亚洲货币看跌压住坚定 路透社 由于中国疫情后复苏缓慢 投资者增加了对大多数亚洲货币的看跌压住 泰国泰铢和马来西亚林吉特的看空头寸 已升至11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而人民币的空头头寸也有所增加 马来西亚林吉特是今年该地区表现最差的货币之一 由于紧密的贸易联系 该货币与人民币密切相关 由于消费者和私营部门需求疲软 影响了中国疫情后的复苏 人民币走弱 然而一些分析师认为投资者对亚洲货币过于看空 而当美联储停止加息时 新兴市场货币可能会在今年晚些时候升值 中国出口商继续抓住俄罗斯机遇 南华早报 中国制造商正在寻求扩大在俄罗斯的业务 因为西方品牌由于乌克兰入侵后实施的制裁 而一直避开该国 尽管俄罗斯最近发生了叛乱 但中国制造商对俄罗斯市场的潜力仍持乐观态度 许多制造商报告称 今年迄今为止来自俄罗斯买家的订单有所增加 今年前五个月 中俄双边贸易增长40.7% 在中国整体出口增长疲软的情况下 显得格外突出 英伟达表示 美国限制对华人工智能芯片销售将导致机会永久丧失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英伟达首席财务官克莱特·克雷斯警告称 对向中国出口人工智能芯片的任何新限制都将导致美国行业永久失去机会 尽管他预计不会对该公司产生任何直接的实质性影响 美国正计划收紧对中国人工智能芯片的出口限制 这可能会让英伟达等公司更难向中国出售先进芯片 中国是英伟达的重要市场 去年来自中国大陆和香港的收入占该公司收入的22% 耶伦表示他希望在可能的中国之行中会见新领导人 彭博社 美国财政部长珍伊特·耶伦表示希望前往中国并与中国新领导人建立联系 他强调了相互了解并讨论分歧以避免误解的重要性 耶伦没有提供任何即将到来的访问的细节 但他多次表示有意访问中国 拜登政府一直在努力恢复去年被北京切断的与中国的沟通渠道 耶伦重申 美国并不寻求与中国脱钩 而是希望降低两国关系的风险 他还呼吁就债务和气候变化等全球挑战开展合作 人民币悲观情绪挥之不去 中国的外汇支持武器已准备就绪 彭博社 如果中国想扭转对人民币的悲观情绪 可能需要采取更积极的措施来支持人民币 中国人民银行PBOC为人民币设定了强于预期的参考汇率 但这未能阻止人民币跌至7个月低点 如果央行升值人民币的努力继续失败 可能会考虑实施放松美元流动性 增加资本限制等措施 中国要求美国解除制裁以重启高层军事会谈 国会删 中国大使馆呼吁美国取消对北京的制裁 以重启两国高层军事会谈 使馆发言人表示 美方了解两军关系困难的原因 对中方实施单边制裁 发言人补充说 在开展交流与合作之前 必须消除这些障碍 在两国关系日益紧张之际 美国一再推动与中国建立开放的军事沟通渠道 乔 拜登24小时内两次混淆乌克兰和伊拉克 南华早报 美国总统乔拜登在过去24小时内犯了两个错误 将美国伊拉克战争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混为一谈 他错误地说 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 普京在与乌克兰的战争中因雇佣军叛变而被削弱 而他本来想说的是伊拉克 他在谈到激励美国盟友支持乌克兰的努力时 也犯了类似的错误 拜登有过失言的历史 他正面临选民对他是否应该连任白宫一届的质疑 天文学家发现宇宙中存在着引力波 纽约时报 北美纳赫兹引力波天文台 合作的科学家们发现了证据 证明存在着低沉的引力波光荣声在宇宙中回荡 研究人员怀疑这些引力波是一对超大质量黑洞的集体回升 其中一些黑洞的质量相当于11个太阳 位于远达100亿光年远的古代信息中心 这些发现发表在天体物理学杂志快报上 与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一致 可以帮助研究人员了解宇宙如何形成目前的结构 并揭示大爆炸后不久可能存在的奇异物质类型 这一发现是通过研究脉冲星的行为得出的 脉冲星是快速旋转的恒星 会发射无线电波数 研究人员分析了15年来收集的脉冲星数据 发现了一个表明引力波背景存在的相关信号 通过中国简报了解 全球与中国相关的最新新闻、分析和政策简报 我们的团队从各种来源 包括媒体、智囊团、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 汇总综合和总结最重要的信息 我们的使命是为您提供 适合您感兴趣的特定领域的易于访问 且极具价值的信息 我们了解了解与中国相关的最新动态的重要性 并致力于让我们的读者能够理解这些信息 访问我们的网站 加入对话并了解与中国相关的最新新闻和动态3w.6dobrief.com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收看社会简报 美国报告解析 中国杀猪盘诈骗 原本针对中国人 美国之音 据美国国会在华盛顿特区设立的美国和平研究所最新报告 犯罪顽疾在东南亚蔓延指出 在太缅边境活动的中国组织犯罪集团 以网络作为工具 在全球进行金融诈骗 更利用人口贩运拐骗外籍劳工 逼迫从网络诈骗 这些团体已被中国政府驱逐出境 目前整以柬埔寨 辽国 缅甸等东南亚国家为据点 尽管报告 已警告这些组织已构成全球安全威胁 但上述国家不为所动 无采取任何行动来阻止犯罪行为 美国和平研究所缅甸研究主任 简森塔沃尔指出 原本针对中国人民的诈欺行为 现在改以全球公民为下手目标 报告指出 犯罪组织正在以杀猪盘此新诈骗方式 让受害者上钩 塔沃尔解释 杀猪盘源于中国 顾名思义为将目标养肥再将其宰杀 一直透过长时间的与被害者接触 并建立深厚感情 后实施诈骗 塔沃尔进一步说明 通常诈骗集团会先以投资项目吸引受害者上钩 一步步使受害者将其财富投入其中 待受害者已经财富全数投入 此时骗子就会连人带钱消失 造成受害者人才两吃 这些犯罪集团未处太免接壤的克伦邦水沟谷 紫城镇是几年前新建的自治开发区 报告透露 在水沟谷附近 墨爱河沿岸就有约500万平方公尺的诈骗办公室 塔沃尔表示 许多求职受骗者都会来到水沟谷 分别来自泰国 柬埔寨 辽国 马来西亚及印尼 起初都会被高薪所引诱 不料却被强迫从事诈骗工作 涉事未深的青少年也惨遭毒手 一名年仅16岁的面殿男孩告诉美国之音 他被要求从早到晚坐在电脑前从事诈骗工作 并创建盗版亚马逊 虾皮骗取网络购物者 也会透过线上游戏来欺骗勒索玩家 中国外交部长秦刚在今年5月出访中国时表示 会与缅甸军政府合作共同打击诈骗集团 并联合中缅泰三国共同营救三国公民 对此塔沃尔却说缅甸军政府根本没有意愿解决问题 虽然中国试图施压缅甸 但实际上却毫无帮助 塔沃尔直言 诈骗集团的犯罪问题深深蔓延在整个东南亚地区 并扩散至世界各地 若要解决更需各国合作 在今年东协联盟峰会中 印尼总统左科威表示 将会严正看待诈骗集团猖獗问题 塔沃尔透露 有许多复杂的问题围绕在这些国家之中 尽管部分国家有高度意愿 但就缅甸而言却看不到任何积极度 请继续收看社会简报 特斯拉撞树起火 清华女学霸和女儿在美不幸身亡 温哥华港湾 最近 美国加州南湾圣克拉拉发生了一场致命车祸 44岁的华裔母亲贝蒂和12岁的女儿爱丽丝开车去看医生时 在距离家仅有几分钟车程的地方 她的特斯拉撞上大树并燃起大火 车内的母女二人当场死亡 我曾自认为是世界上最幸运的人 直到车祸瞬间 我的想法彻底幻灭了 被递的丈夫 钱博斯在悲剧发生后痛心地说道 这起车祸的原因 目前仍是个谜 加州圣克拉拉警方证实 这起不幸的车祸发生在6月14日下午2点左右 这就是个平常的日子 以至于母女俩出门的时候连再见都没说 但谁知道生离死别就在眼前 当天下午1点45分左右 贝蒂带着女儿出门看医生 钱博斯和8岁的儿子待在家里 可到了两点半 钱博斯收到诊所来电 指七女迟迟未到 她的心里立刻就有了不祥的预感 通过特斯拉应用程序 钱博斯找到了七女的位置 但对地的手机一直无人接听 不能再等下去了 钱博斯带着儿子沿着妻子 应该驾车经过的路线一路寻找 才开车走了一会儿 她就看到一辆汽车被黑烟和火焰吞没 数十名警察和应变人员正在现场进行抢救 她惊恐地发现 出事的车辆正是妻子出门时开的特斯拉 而刚刚还在面前的七女都没有来得及逃出车外 那一刻简直是五雷轰顶 钱博斯说 现场的警察和消防人员都温和 但却坚定地阻止她走进灾难现场 一名消防员抱着钱博斯 不想让他看到事故的惨状 一直对他说 记住他们最好的样子 钱博斯表示 他至今仍无法接受七女已经离世的现实 无论如何这辆车都不应该爆炸起火 事故发生的速度太快了 以至于他们无法逃脱 目前警方仍没有宣布车祸发生的原因 也没有透露涉事特斯拉的自动驾驶功能是否与事故有关 夫妻俩清华相识 妻子创业成功 车祸发生后 钱博斯在众筹网站 GoFundMe上发起募款 在募款页面上 钱博斯介绍了自己与妻子相识的过程 他说 当年他是在中国清华大学读书时 认识了当时是大学生和担任志愿语言补习导师的贝蒂 他很快就被他的智慧和冷静所吸引 两人很快坠入爱河 第一次旅行去了内蒙古 为了和贝蒂在一起 即使是学业已经完成前夜花光了 钱博斯还是选择留在北京 当英语老师 以陪伴贝蒂 婚后 贝蒂和丈夫搬到美国 生了两个漂亮孩子 同时也开始了自己的职业生涯 社交媒体上还有华人分享了自己认识的贝蒂 称他是国内的Top2大学本科 在美国又读了藤校 有儿有女 和合伙人创业也很成功 没想到竟然发生了这样的悲剧 这位华人感叹 生命可贵 本来是人生赢家 如今全部一朝归零 妻女咒事 给钱博斯一家带来了深深的伤痛 钱博斯说 我多么希望那天开车的人是我 我心甘情愿用自己的性命 去换我的妻子和我的女儿回来 钱博斯透露 妻女的突然离开 让整个家庭支离破碎 只留下一个悲伤的丈夫和父亲 还有一个懵懂的少年 钱博斯还表示 一夜之间失去女儿和外孙女 被帝的母亲也悲痛崩溃不已 钱博斯形容他的妻子坚强而聪明 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 永远都在追求更高的标准 女儿爱丽丝则是一名才华横溢的乐手 有一颗善良的心 他对每个人都发自肺腑的好 在GoFundMe网页上 钱博斯为妻女发起的募款原定目标为5万美元 他表示 我恳请您帮助我们找到一个美丽 宁静的地方 让对地和爱丽丝肩并肩的长眠 希望朋友和家人可以随时去看望他们 以纪念这两个转瞬即逝的美丽生命 26日 钱博斯回应捐赠人员写道 感谢大家的热情慷慨 在我们家庭最黑暗的时刻 您的爱和同情给了我们希望 在你们的支持下 我可以为妻女找到一个美丽的地方安息 目前 法医正在对车祸遗体进行DNA鉴定 如有进一步的调查结果和信息 会向大家报告 请继续收看社会简报 法国警方枪杀少年 马克龙谴责 多地发生骚乱 当地时间6月27日 法国警方在该国中北部的南泰尔 开枪打死了一名少年 且疑似隐瞒开枪动机 马克龙将事件描述为不可原谅 该少年的死亡在多地引发了骚乱 法国警方在巴黎郊外的几个城镇与民众发生冲突 马克龙呼吁各方保持冷静 并警告不要在法国各地蔓延骚乱 据英国卫报报道 28日晚上 超过2000名警察将驻扎在巴黎和其他大城市外围 巴黎几个郊区27日晚上的骚乱导致31人被捕 24名警察轻伤 约40辆汽车在冲突中被烧毁 马克龙向媒体表示 一个少年被杀 这是无法解释和不可原谅的 没有什么能证明一个年轻人的死亡是正当的 马克龙向被枪杀少年的家人表示团结和爱意 并补充说 我们需要冷静才能伸张正义 因为我们不希望局势恶化 据了解 死亡的少年名叫内尔 邻居称其具有阿尔吉利亚血统 警方最初报告说 一名警官向少年开枪 是因为该少年正在开车冲向他 但这一版本的事件很快就被社交平台上流传的一段视频所反驳 且该视频的真实性已得到法国新闻机构的认证 视频显示 两位警员站在静止的汽车旁边 一人用武器指着司机 其中一人说 你的头上会挨一枪 随后汽车突然开走 这名警员似乎直接开枪 汽车在失控前移动了几十米 内尔不久后被赶到现场的医护人员宣布死亡 一名警员因枪杀少年而受到调查 截至28日仍在接受训问 内尔家人的律师表示 这名警员应该被以谋杀罪定罪 而不是过失杀人罪 调查应该被移交给不同的部门 以确保公正性 法国人权监察员已对少年死亡事件展开调查 这是法国2022年和2023年内对类似事件的第六次调查 事件还引发了演员奥马西和足球运动员姆巴佩等名人的悲伤和愤怒 姆巴佩在推特上写道 我为我的法国感到痛苦 据路透社报道 法国司法部门的报告以及律师的文件统计指出 大多数此类事件的受害者是非洲裔 或具有阿拉伯血统 谢谢收看社会简报 我们为您带来全球媒体关于中国时政 经济和社会的最新内容 以及独家分析 我们可信的 专业 多角度的中国报道 为世界精英的提供判断 决策参考 六度简报的网址是 六都brief.com 中国简报使用多众语言发行 请通过六都brief.com订阅 李强效应 肖尔茨 去风险是公司的责任 而不是国家的责任 路透社报道 德国总理奥拉夫 舒尔茨 Olaf Scholz 曾表示 降低欧盟与中国关系的风险 主要是公司的责任 而不是国家的责任 在布鲁塞尔举行的 为期两天的欧盟峰会后 肖尔茨表示 降低风险是一个长期专案 需要公司对其供应链做出决策 他认为 从历史上看 公司依靠单一供应商承担了太多风险 无论其位于何处 他强调了供应链多样化的重要性 而不是把所有的鸡蛋 放在一个篮子里 Scholz指出 许多公司已经开始了这一过程 国家的角色不是决定 公司应该在哪里投资 由于对中国日益增长的影响力 以及与该国经济依赖 相关的潜在风险的担忧 欧盟与中国关系的去风险 已成为优先事项 欧盟一直在努力加强其经济 和战略自主权 特别是在技术和医疗保健等战略行业 这包括促进国内生产 供应链多样化 以及减少对中国关键商品和服务的依赖等措施 COVID-19大流行进一步 凸显了全球供应链的脆弱性 危机早期阶段的中断 导致医疗用品和必需品短缺 这导致人们呼吁 提高供应链的弹性和降低风险 因为国家和公司寻求减少对单一供应商 或国家的依赖 Scholz的评论反映了一种更广泛的认识 即降低风险主要是一项商业决策 而不是政府可以轻松授权的事情 公司有责任评估和管理自己的供应链风险 同时考虑到地域多元化 供应商可靠性和地缘政治因素等因素 政府可以在创造有利的商业环境 和提供支援方面发挥作用 但最终 公司本身需要做出必要的改变 然而 政府也可以在促进去风险努力方面发挥作用 他们可以为公司提供激励和支援 使其供应链多样化 例如通过税收减免 赠款或其他财政援助 他们还可以促进公司之间的协作和信息共用 以识别和解决共同的风险 此外 政府可以与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进行对话 以应对系统性风险 并促进公平透明的贸易做法 就中欧关系而言 据风险的努力可能包括 减少对中国供应商的依赖 使采购国多样化 以及促进国内生产 这可能包括增加研发投资 支援创新和技术转让 以及加强国内制造能力等措施 总体而言 降低欧盟与中国关系的风险 是一个复杂而长期的过程 需要公司 政府和国际合作伙伴的合作与协调 虽然企业对管理自己的供应链风险负有主要责任 但政府可以提供支援 并为降低风险的努力创造有利的环境 通过使供应链多样化并减少对单一供应商或国家的依赖 欧盟可以增强其弹性病保护其战略利益 下一则新闻 欧盟领导人同意减少对中国的依赖 德国之声报道 欧盟领导人在布鲁塞尔举行为期两天的峰会后 承诺减少对中国的经济依赖 欧盟领导人表示 他们致力于与北京建立互利的经济关系 同时也致力于继续减少关键的依赖和脆弱性 德国总理奥拉夫 舒尔茨 Olaf Scholz 强调需要防止战略依赖 并将这一进程描述畏惧风险 他解释说 公司的主要责任是使其经济关系多样化 并减少对单一国家的依赖 欧盟领导人还呼吁中国向俄罗斯施加压力 以结束乌克兰正在进行的冲突 然而 峰会结束时 没有就欧盟成员国公平分配移民的计划达成协定 波兰和匈牙利阻止了一项声明 该声明将评估最近的移民协定 两国都反对欧盟执行强制性难民配额的努力 特别是波兰 自2022年2月俄罗斯入侵以来 已经接收了数百万乌克兰难民 并发誓要否决任何可能迫使各国接受更多难民的计划 波兰总理马特乌什·莫拉维茨基·马特欧斯·莫拉维茨基认为 欧洲的边界并不安全 并呼吁提出一项安全边界计划 自2015年移民危机以来 波兰和匈牙利一直抵制欧盟提出的分享难民的提议 2020年 欧盟最高法院裁定 这两个国家都拒绝了配额制度 从而未能尊重欧盟的法律 最近的移民协议规定 欧盟成员国应分享抵达欧盟的难民人数或支付赔偿金 然而 欧盟成员国在峰会上缺乏共识表明 移民问题仍然是欧盟内部一个有争议且悬而未决的话题 总体而言 峰会强调了 欧盟打算减少对中国的经济依赖 同时应对与移民相关的持续挑战 欧盟领导人承认需要使经济关系多样化并减少脆弱性 然而 在移民问题上缺乏一致意见表明 找到解决这个问题的统一方法仍然是欧盟面临的一项重大挑战 峰会的成果反映了欧盟与中国关系及其内部移民动态的复杂性和多方面性 展望未来 欧盟应对这些挑战并在其成员国之间找到共同点至关重要 下一则新闻 37岁的他买了一套价值2050万美元的房子 没有贷款 悉尼先驱陈报报道 中国商人Alex Chaudouan在悉尼上北岸 Warriot的高端住房市长以创纪录的2050万美元 购买了房产 段是OPPO澳大利亚分销商OMC Electronics的董事 他在不需要抵押贷款的情况下就确定了这处房产 然而OMC Electronics报告上一财政年度的净亏损位820万美元 其负债超过其总资产4800万美元 尽管如此 段祺瑞的收购凸显了该地区蓬勃发展的房地产市场 悉尼企业界的其他知名人士最近也活跃在房地产市场 Merek与Co-主席Meredive Helicar和他的丈夫David Foster已经将他们的Mausman房屋投放市场 预计价格约为1000万美元 陶氏化学公司前老板安德鲁 利弗利斯 Andrew Liveris和他的妻子宝拉 Paula以2500万美元的价格在贝尔维油山Belleville Hill定居了一套新房 Nine的首席执行官Mike Sneesby 这个看头的所有者以大约1000万美元的价格在Randwick购买了一处房产 Investec首席执行官米尔顿 萨米奥斯 Nilton Samias和他的妻子雅琪 Jetchy以2050万美元的价格将他们在玫瑰湾的房子卖给了范燕宏 Charter Hall联合创始人David Southen和他的妻子Michelle从科技亿万富翁Robin Kuda手中购买了棕驴滩的房产 管理咨询公司Partners in Performance的创始人斯基普 威廉姆森 Skip Williamson列出了他的Woolera露台 并附有750万美元的指南 这些房地产交易反映了悉尼企业精英中活跃的房地产市场 许多人正在利用当前的市场状况 在今年下半年出现任何钱在变化之前卖出买入或结算 这些豪宅的高价格和需求凸显了悉尼高端住宅市场的持续增长 总体而言 悉尼上北岸和其他著名郊区最近的房地产交易表明料该是高端住房市场的持续实力 尽管像OMC Electronics这样的公司面临一些经济挑战 但富有的个人和企业领导人仍然愿意在豪华物业上投入大量资金 只要在理想的地点有对高档住宅的需求 这种趋势就可能持续下去 下一则新闻 特朗普谈中国在古巴的基地 我会给他们48小时离开 国会山报报导 前总统特朗普威胁说 如果中国不在48小时内放弃其在古巴的所谓间谍基地 将对中国商品征收严厉关税 该基地本月早些时候得到政府官员的证实 据说允许中国窃听包括卫星通信在内的电子通信 两党政界人士都对该基地表示担忧 一些人呼吁政府提高透明度和采取行动 特朗普以将强硬的对华政策作为其政治竞选活动的重点 并在2019年与中国的贸易战中队某些中国商品征收关税 其中一些关税是由拜登总统留下的 共和党人批评拜登对中国太软弱 而白宫则表示已采取措施打击中国在古巴的间谍活动 下一则新闻 托尼·布莱尔说中国是削弱俄罗斯和威胁的关键 日经亚洲报导 英国前首相托尼·布莱尔·托尼·布莱尔表示 中国对乌克兰冲突的干预提供了合理的希望理由 即他不会升级为第三次世界大战 布莱尔指出 中国与俄罗斯的密切关系导致其坚持俄罗斯不使用核武器 因为他认为滑向全球冲突不符合其利益 然而 布莱尔还强调 今天的普京只懂实力的语言 西方必须确保普京和任何未来的俄罗斯领导人都知道 乌克兰有权保护其主权 布莱尔建议 可以通过谈判找到解决方案 中国可以在谈判中发挥重要作用 然而 他对中国的和平计划提案表示怀疑 该提案未能解决俄罗斯撤军问题 并支援莫斯科对北约阔张威胁的看法 布莱尔还评论了中国与西方的关系 称这将是21世纪的重大地缘政治问题 他强调 西方需要与中国保持接触 但也要明确表示 中国足够强大 可以应对可能出现的任何挑战 布莱尔驳斥了中国入侵台湾的可能性 指出美国正在该地区建立联盟 并明确表示入侵将极其困难 他还强调了适当的软实力一程 对全球南方的重要性 因为中国对基础设施发展的影响 使其在许多国家获得了强势地位 布莱尔发表上述言论之际 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紧张局势继续升级 担心可能发生全面战争 下一则新闻 中国的国安法是否永远改变了香港 德国之声报道 香港在国家安全法实施三年后 看起来和感觉都非常不同 自2020年以来 已有100多人因国家安全指控被捕入狱 几个民主政党和大型民间组织解散 被认为敏感的书籍和电影受到审查 与北京结盟的香港当局声称 该法律使香港恢复了稳定 然而国外的活动人士认为法律完全摧毁了自由和大多数公民自由 香港经历了对政治和公民社会人物的镇压 民主媒体机构被关闭 敏感话题的书籍被撤走 纪念天安门大屠杀或为非政府组织或政治团体筹集资金等活动已被禁止 香港的主要机构堆满了亲北京的成员 司法系统承受着越来越大的压力 2021年香港批准了选举制度的修正案 允许亲北京的机构任命大多数立法会议员 国家安全案件由政府任命的法官审理 香港政府可以禁止海外律师处理国家安全案件 国家安全法成功地压制了香港的意义迹象 政府计划颁布第23条 这将进一步压制重新控制香港的集体行动 该法力亦影响香港侨民社区 海外香港人逐渐意识到返回香港后被捕的潜在风险 下一则新闻 加拿大华人什么时候才能停止在我们家成为外国人 加拿大环球邮报报道 加拿大华人全国社会正义委员会呼吁才取行动反对对加拿大华人的种族主义和歧视 因为该国纪念排华法案颁布一百周年 尽管加拿大华人认为他们取得了成功 但他们仍然面临比其他少数群体更高的贫困率 并遭受就业歧视 作者认为 加拿大华人不断被提醒他们作为永久外国人的地位 最近围绕中国的话语 为围绕反亚裔种族主义的讨论增加了一层复杂性 他们呼吁采取集体行动 打击一切形式的种族主义和歧视 下一则新闻 随着下滑加深 中国央行誓言支持人民币 彭博社报道 中国人民银行PBOC承诺稳定人民币并增加对经济的支持 因为人们对复苏的疑虑越来越大 央行旨在稳定对货币的预期并防止出现大幅波动的风险 与此同时 由于制造业活动再次萎缩 其他行业未能获得动力 中国经济在六月份失去了更多动力 随着消费者支出 住房市场 出口和基础设施投资疲软 要求更多政策支援的呼声越来越高 中国人民银行最近近一年来首次下调政策利率 但官员们在推出更全面的政策利率方面进展缓慢 通过中国简报了解全球与中国相关的最新消息 分析和政策简报 六度团队汇总综合和总结来自个重来源的最重要信息 包括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 和行业专家 我们的使命是为您提供易于访问且非常有价值的信息 这些信息是根据您的特定兴趣领域量身定制的 我们了解了解与中国相关最新发展的重要性 并旨在让我们的读者能够理解这些信息 请通过六dobrief.com订阅中国简报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中国简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